回到King Sir接觸的時間 繼續有這個出題談 上次接了一個很簡單的筷子套 今次我們接這個都幾簡單 這個 這個是一個眼球 因為就來萬聖節 我們可能接一些比較鬼怪的節字 認一下節 這個眼球其實是一個吹氣的 那個紙的氣球 但是搞了一些叫做花樣 做了一個黑色的圓形的圖案在中間 可以說是一個眼球 這個都很簡單 我們就很快可以接到 但是問題就是它經常都會重複一些步驟 所以講解上就不會那麼多 首先一張紙 黑色向上 今次顏色就很重要 否則黑色在外面 白色在裡面就不對 黑色向上 首先我們接這個對角線 接這個對角線 接這個對角線 然後打開再接一次這個對角線 然後反轉它 我們今次接這個對接 然後打開再做一次對接 我們又是做了一個米字形的 指向的接 然後白色向上 我們做對角線的時候 兩邊手抓住它 然後捍一捍它 捍一捍它 然後就做了另一個 小一點的三角形出來 這個叫水雷接 水雷接 大家應該很熟悉這個了 接下來就做一個接痕 這個斜線就接到中間 這樣 因為這個是一個接痕 我們一時要用的所以要接實一點 然後四邊都是做同樣的東西 後面也是打反轉 然後又做同樣的東西 完成之後我們打開它 然後我們要做一件事 其中一頁子我們伸的手指進去 然後將它打開 揭過來 剛剛中間就碰到中間 然後就開始接 下面這三個人就接上去 剛剛好就碰到兩邊角落 然後我們打開它 然後角落最尖的端就碰到中間的線 剛剛接的線 然後我們就留意 這個角落頭 這個角落頭 還有這個中間的位置 就形成一條斜線 這個中間的位置 和這個角落頭形成一條斜線 這樣接過來 接了過來大家留意 這個底線和這條底線是不會碰的 有斜角度在這裏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記住的位置 中間這個點 就去到斜角落頭的位置 形成一條斜線 所以這個線是不會碰到中間的線 這邊是這樣做的 跟著就把這份東西接上來 這個眼球中間的圖案很明顯 我們反轉它 做同樣的東西 接過來中間 這樣接 然後兩邊角落頭接上來 然後接上來 四邊都要這樣做的 我不會說那麽多 大家自己做 後面亦都是一樣 做完這個 四邊都一樣 我們就揭一頁過來 揭一頁過來 白色向上 後面我們平衡 一樣揭一頁過來 兩邊都是白色向上 我們現在就開始繼續接 首先要做的就是把這一個接上來 那怎樣呢 就是底線接到中間 要個接狠 要個接狠 所以就要接實一點 兩邊都是一樣 兩邊都是一樣 這個也是 中間這個角落頭 這個最尖的位置 中間這個尖的位置 就留一點點空隙 就不要接得那麽盡 因為我們要留個洞 最後吹氣進去 有個接狠 我們就跟回接狠 接上去一下 這條底線接上去 碰著接狠 然後跟回接狠捲上來 最後再捲一下 剛剛這條線 就會碰到中間線 應該就是 這邊也是 一個捲動的動作 最後這個位置就沾了 兩邊就碰到中間線 好了 接著我們打開其中一邊 就開始做了 可以做了 這個位置留意 其實我們要接一條垂直線 接一條垂直線 但是標準就是 剛剛好按這個位置 這個線 有一層線 這條線 我們剛剛的橫線 就按這個位置 這個就用來做一個標準 這個時候就接一條垂直線 拉進來 類似是這樣的 類似是這樣的 去到這個位置都未算完 因為我們要將這個位置接平 向後接接平 大家留意 我們按一按這個位置 按一按這個位置 最後這個位置是平的 最後這個位置是平的 按了進去 因為那個斜的位置 就是這樣 這個已經相當厚了 我們刮緊 這邊再做一次 打開這裡 打開一格 打開一格 然後我們就要做一條垂直線 但是首先 我們接這個進去 就剛剛碰住這個位置 這條橫線 就去到這個盡頭 然後我們順勢接進去的時候 然後就同時拉一個直線 同時拉一個直線 注意兩邊對稱是最好 兩邊對稱是最好 這個位置收得好 收好了 就將這一格 這個位置向後接 就形成一個橫線 剛才是斜的 我們要接到它變成橫線 類似是這樣 兩邊接好就是這樣 好了 大家都應該知道 猜到了 四邊都要做同樣的事 這個步驟要重複多三次 我繼續接 不需要講解那麼多 好了 後面我們其實是一樣的 兩邊接到中間 我們是找中間線 好了 然後就一個卷動的動作 它分了四份 我們就一路卷上去 好了 如果中間能夠留一點點位 就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尤其摺花或摺盒或摺這些波濾的物體 其實很多時都要重複四次 好了 打開一邊 然後就 首先收個橫線 然後接上來的時候 順便收成一個直線 把側邊 好了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位置接成打橫 按進去後面就接成打橫 按緊一點 這個位置很重要 關乎到眼球最後的形狀 似不似圓形 當然 我們不可能接得出完全圓形 但是 它越多分割的話 就越接近圓形 我們就要做出類似的效果 好了 然後我們就兩邊都打開一頁 其實去到這裏都可能幾厚 就沒有了 兩邊都是 打開一頁就變回兩邊的白色 我們繼續做同樣的動作 大家可能接兩次之後已經很熟了 可以吃得到嗎? 好 看一下 就好了 來 哭 怎麼 我們要做一下 我們要做一下 真是 apartment 去 好,最後一次了 好,最後一次 好,全部都接了的話,四邊都接了 當然壓實一點會比較好一點,因為我怕吹的時候,一吹它會爆開 完成了,然後我們就揭一頁過去,把剛才的構造遮住,後面也是一樣,揭一頁過去, 當然有人遮住那些構造,沒有那些構造,差不多這樣,這個時候我們在這個位置吹氣進去, 我慢慢吹一吹,看看行不行 很難聽 你邊吹要邊將紙接埋的部分拉開它, 如果不是它有些接埋了,始終就接埋了,很難說只是憑吹氣就會自動鬆開了, 好,它吹吹了一口氣之後,它大概拱起立體,你可以用手指整理它,整理它一個比較公整的形狀,不然就不太對稱, 好,類似是這樣的,八角形,一個立體的眼球,就這樣完成了,當然你可能會弄多幾次,會弄得好些些,這個都算很公正, 好,就這樣一個眼球形狀,如果有這麼大眼球都幾厲害,好,今次的節目時間差不多,這個很簡單的眼球, 我們希望大家都接到,不如厚一些,下次節目時間再見,拜拜